继续我们来看一场充满地方味道的画展 这是目前在台湾创架学会展出的 小平顶艺术风华刘启祥的画展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艺文爱好者 来欣赏这位已故的南台湾艺文教父的画作 还有他对在地生活的热爱 画在沿尘艺文中心展览会场里的一幅幅风景画 不论是用画或构图 都让欣赏的民众心灵顿时祥和宁静 更能透过画作了解到已故画家刘启祥 所要传达的意念和精神 一些要素就是他的人的一些特质 就反映在这里 渗透到这些作品当中 宁静还有他对他所向往的一个世界 的一些精神要素 形象不一定 精神要素他会把它很具体的捕捉在里面 刘启祥是台湾首位留学法国的画家 终其一生致力推动南台湾艺文发展 超过半世纪的创作岁月 走遍台湾各个角落 而他最中型的地方就是大树区的小平顶 创作资予物农因此被封为美术园丁 刘启祥不仅从父亲身上学到具象画风 更沉袭老爸爸对居住土地以及人事物的热爱 创作与生活结合起来这样的一个企图 所造他的东西 他创作从这个情境里面出来 从那里面去找到一些生活中的要素 这一次我们创作学会为了要去做这样的艺文推广 其实我们都会有做相关的一些启蒙的训练课程 那像我们在展场当中看到的这些导览义工 志工们也都是我们的一些创作的义工来担任 为了忠实呈现早期台湾画家的创作精神 负责策展的台湾创驾学会 安排艺文导览志工解说 期盼让更多人走进艺文中心 透过美一幅画作了解本土文化的美 港都新闻张廷涵周福庆报道